伊波拉病毒肆虐西非 造成超过4000人死亡 美国西班牙接连出现境内感染案例 疫情升高 脸书创办人祖克博捐出2500万美元 用于对抗伊波拉研究 欧美领导人莫不视同作战 密切关注疫情发展 台湾身为世界地球村的一员 不能不关心 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罗易军 曾经在8月深入有20起感染病例 死亡人数8人的疫区奈及利亚 和当地卫生官员会面 第一线观察疫情控制情况 我在当地看到的事情是说 他们因为一些天使地利人和 事实上有一些幸运的地方 就快速在7天内组织了一个 动员的一个小组 然后可以迅速的应变 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有办法可以把接触者几乎全部掌握 然后每天进行关怀追踪 所以虽然说后续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的传播 不过已经20几天 应该说已经将近一个月 都已经没有新增的病例 伊伯拉病毒感染地区 分别在几内亚 赖比瑞亚 狮子山 奈及利亚 塞内加尔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 其中以几内亚 赖比瑞亚和狮子山共和国最为严重 罗易军强调 伊伯拉存在于人类世界超过40年 主要是透过接触传染 碰触到病人的呕吐物 血液 排泄物和汗水等 才有可能被传染 而且没有发病前 不会有传染力 加上致死率 会因为各国医疗水准高低而有所不同 民众不需要过度恐慌 伊伯拉它并没有比SARS更可怕 那伊伯拉因为不会像SARS一样透过空气传染 所以其实大家搭捷运或者是坐公车 其实你不需要为了伊伯拉去戴一个口罩来预防 它没有发病以前是没有传染力的 就算今天开始发烧 它前一两天的传染力也不会太高 面对伊伯拉来势汹汹 台湾多年前的SARS经验也派上用场 从机场港口检疫到医护人员专业训练 以及当有疑似伊伯拉病患出现时 专属照护人员的设置 台湾各部门的应变也整理出了一套标准作业程序 在移民署这个机场柜台那一关 它事实上就会知道有这些旅客要进来 然后发给它这个健康的一个提醒卡 那这个关怀卡上面会有我们防疫的专线1922 请它入境之后21天如果有这样发烧的症状 要立刻跟我们的防疫专线来联络 从它送到医院进到这个电梯 然后上到病房去进行隔离 这个流程动线都是完全跟一般病人会不一样 会分开的 台湾虽然不是国际卫生组织会员国 但面对全球防疫问题 也积极和国际卫生组织保持联系 取得最新的疫情资讯 日前在菲律宾举办的世界卫生组织 西太平洋区域会议 台湾也派员旁听 确保同步更新国际的最新疫情 罗一军表示 目前西非国家旅客每月入境台湾的人数只有个位数 伊伯拉侵入台湾几率不高 但全球航班往来密切 台湾仍不能掉以轻心 主要设计的张志燕 陈凯霆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